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斯匹林是很多人家里的常备药 这种药片里面还有水洋酸 对水后浇花能够减少伤口腐烂 还能抑制细菌生长 减少烂根问题的出现 阿斯匹林还可以增加植物抗汗能力 使其长势更佳 同时还可以刺激花卉根系细胞的分裂 促进根系生长 让花卉根系白白壮壮 阿斯匹林的用法比较简单 家里的阿斯匹林取一片碾碎成粉末 倒入矿泉瓶水中摇晃 然后在浇到花盆里面 用这种水溶液对于新鲜叉的花卉 可以减少伪念的问题 还可以促其生根 对于一些新上盆的花卉 可以减少浮盆缓苗的时间 让花卉更加的适应新环境 对于一些根系生长不好的花卉 用阿斯匹林水浇上几次以后 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醋状的效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感谢您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